在經過後來有班級的初賽 後來會一路過關尊重 第二三好下午總共有六十三間學校 一百八十二位的國小學生 在老師協助校長的創作 來到主席台南的競師堂 參加館期規 環保豐載雍樹的PK賽 收入主席的志願 來要歡迎和接壇 歡迎 加油 很高興有機會帶著小朋友來參加 這次的HAGEMO的一個競賽 那我們學校呢 龍騎國小是一間小而美的學校 是一間森林小學 而且我們得過國家環境教育獎 全國優等的一個成績 所以對於推動環境教育 對我們學校來說 就是我們的一個日常 也是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學習活動 在作答過程中會去思考 這樣什麼樣的一個內容是最正確的 或是什麼樣的態度是最好的 對對對 所以對孩子來講是蠻有幫助的 那請問鄭校長呢 你自己有嘗試去玩這個遊戲嗎 我自己沒有 因為我看著孩子 所以你有看過那個視題嗎 有看過孩子在作答的一個 你覺得那個視題容易還是困擾 對孩子來講是蠻生活化的 是 可是也是要思考一下 是 真的 為了推動環境跟鳳姐的教育 包括市府教育 小鳳跟環保單位也都夠出現 為參賽的學生來加油打氣 通常啊 現在同學的心情都非常的緊張 因為看到有這麼多的大姐 都覺得那一定屬於我的對不對 所以我是給同學一個掌聲 給他們信心 有時候說會說很多 但是其實重點在於做 所以非常感謝我們的實際 身體一起把好多好多很好的 在校園裡面 在生活裡面可以做的 這些完好的職業 都落實在有趣的發展中 透過這樣的一個環保 以及防災的這樣的一個 Pasamo的精彩 我們將我們每一個人現在 我們的手機 電腦 其實我常常看到很多人 手機都會用來追記 還有呢 來玩遊戲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 它在我們的平台呢 讓它能夠寓教娛樂 然後讓同學呢 能夠在這樣的一個 現場遊戲當中呢 能夠獲得更多的知識 而且實際是導致一陣 讓孩子們走向正確的道路 這間的警察活動 就要活動來打體 以強化核心環境教育 和風災風雨的關聯 透過禦交娛樂的 算定學習 和算腳的體驗 實際是現教育的效果 比賽最後 由新民國賞 推牌的三名選手 人掛政三名得到勝利 總代表參加國際會 台灣區的準國賽 正初參加國際大賽的主角 台南新聞您跟蔡鳳報道